这段时间,《黑暗荣耀》这部《复仇大剧》第二部播出,热度一点都不比第一部低,而且第二部更加受欢迎了。 宋慧乔作为电视剧的绝对女主角,凭借这部作品也打破了自己以往的荧幕形象。 在以前出演的作品当中,宋慧乔大多数时候都是出演一些比较柔弱的女主角,而且戏路比较同质化。 如今在《黑暗荣耀》中变成了爽文大女主,成功在42岁的时候转变了自己的戏路。 网友们都表示在《黑暗荣耀》中的宋慧乔演技进步了很多,比起以往出演的角色有了更大的可能性。 昔日的甜美乔妹也依靠此剧翻身,证明了自己的演技与实力,虽然屏幕上已经不再年轻,但清澈灵动的眼睛,甜美优雅的气质,一眼难忘。 在《黑暗荣耀》剧中,她冷静,干练的风衣扮相,酷萨的语气神态,依旧是不同年纪的人都会爱上的宋慧乔。 出道二十几年,宋慧乔几乎毁欲参半。 她是当之无愧的韩剧女王,出演作品见证了韩流的每一个关键时刻。 作为公认的男神收割机,她曾与众多帅气男星合作,在引人艳羡的同时,也招来嫉恨与误解。 质疑声中,她选择消失,但出公共视线,再次出演新的作品,用这样笨拙而缓慢的方式,颠覆着所有人对她的断言。 凭借大热新剧《黑暗荣耀》,宋慧乔重新回到荧幕前。 在韩剧《这几年钟爱》的复仇戏码下,她演一个因长期遭受校园暴力而退学,隐忍多年复仇的中年女性文东恩。 上线五天,Netflix全球收视第五名,豆瓣评分8.9。 甜美女神完成了像暗黑女王的角色蜕变。 在外界看来,这是一场她对于前夫的完美复仇。 她的前夫宋仲基之前因公开新恋情上了热搜,又因参演同类型复仇电视剧口碑扑接,演技饱受诟病。 就在人们以为这将是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时,新闻底下的热门评论又暴露了一切。 欧巴终于摆脱了渣女,生活更美好比某宋漂亮一万倍。 双宋世纪婚礼仿佛还在昨天,美好和祝福还在他们的定情做太阳的后裔里永久封存,但一切早已变了样。 在这场本该你请我愿的婚姻里,她被塑造成唯一的加害者。 离开宋仲基,是她的原罪。 2018年6月27日,中文互联网格外热闹。 范冰冰里晨分手,张若云唐一新结婚,双宋宣布离婚。 三条娱乐新闻加在一起,堪称娱乐眷王炸的一天。 虽然隔着一条国境线,但论起热度,这对外国友人的离婚新闻所引发的震惊程度,绝对不输前者。 每一个看过太阳的后裔的观众,都是这场过期爱情的见证者。 作为演员,宋慧桥与宋仲基在太阳的后裔里相知相爱,贡献了绝对成熟,完美的爱情观。 柳时镇与江木烟的爱情,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救赎,而是彼此欣赏,独立而对等。 这份美好的感情被延续到了现实人生,据播出一年后,他们走进了婚姻殿堂。 一场世纪婚礼,也曾艳羡了无数人。 但谁也没有想到,这份美好竟然只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。 各类版本的离婚传闻被分享在互联网上,没有得到当事人双方的任何回应。 唯一能见端倪的,是宋仲基方率先抢发的声明。 为了和宋慧桥离婚,我进行了调解私生活方面的事情,很难一一告诉大家,以后我将摆脱现在的伤痛。 语焉不详的自白,虽未道明,但已经率先占据舆论高地,给女方致命一击。 风向在那一刻发生变化。 紧接着又有媒体爆出,宋仲基已经推导与宋慧桥原婚房的新闻。 蓝色挖土机无情碾过离太院的艾巢,一片废墟中恍然能闻到愤怒与深情的味道。 透着虚拟的网络,好事者又尽情地发散脑洞,到底是宋慧桥做得多过分,才能让前夫把新房都退了。 这件事在后来被证实为媒体的捕风捉影,这栋房产购置时间是2016年11月,属于宋仲基的个人财产。 他在2016年购买的同一时间,就已经申请了拆除重建,与婚变无关。 而在汹涌的舆论面前,真相已经不再重要。 好事者连带起他过往的非文与恋爱史大作文章,羞辱的帽子一个接一个扣下来,扎女,出轨,污名化的指控丝毫没有消停的架势。 面对恶言,宋慧桥选择了沉默。 对这段恋情的最后回应,是他通过所属公司的一封简短声明,一句轻描淡写的性格不合,为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盖棺定论。 在波云诡掘的娱乐圈,不发声,不辩解是可怕的,但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远离这场争端。 宋慧桥反思过自己在恋爱中的问题,我谈恋爱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执着,有点倔强,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太执着,所以感情失败了。 从小性格的原因,致使宋慧桥在每段恋情中都处于被动位置,他童年缺爱,敏感脆弱,因此就算就有喜欢的人,也不敢轻易表白。 但只要恋情开始了,他就会投入百分百的感情,一头扎进去,没有一点心机和技巧。 同时,他也会要求对方付出同样的真心,过分执着,让他总与爱失之交臂。 恋爱这种事,不是我一个人的真心就能换来幸福的大结局,爱情是生活的复杂难题。 宋慧桥暂时解不了这道题,但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公开场合闭口不提。 他用沉默,笨拙守护每一段过期爱情。 有人曾经总结过宋慧桥对寒流的意义。 2000年,他与宋承宪合作的《蓝色生死恋》开启了韩剧悲剧时代。 2004年,他与Rain合作的《浪漫满屋》带领韩剧走向喜剧时期。 2016年的《太阳的后裔》则标志着中韩同步播放时代的到来。 一张极富东亚特质的脸,自带温婉气质。 立体又柔和的五官,还有略带婴儿肥的肉感,让他顶着甜美女星天花板的美誉,一路持量行凶,纵横寒于26年。 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被时间冲淡,他要进一步忠于愤恨与邪恶。 这一刻,宋慧桥的复仇真正开始了。 他不够紧致的身体,眼角的细纹与皮态,都向镜头外的观众证明了。 一代甜美女王的优雅老去。 虽然岁月不会善待任何人,但岁月正在成为他新的武器。 《黑暗荣耀》播出时,正逢前夫宋仲基新作《财阀家的小儿子落幕》。 这同样是一部复仇题材电视剧,宋仲基在其中扮演遭人暗害、意外重生的底层秘书。 但他的复仇故事里,显然缺少足够伶俐的眼神和复仇的野心。 用民嘴代替复杂的情绪,他的演技引发了观众的质疑。 过期CP,同类题材的隔空对打,这让很多人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相互比较。 在剧情讨论之外,再次争吵这段过期恋情的对错。 争吵中,宋慧乔再次选择避开。 《黑暗荣耀》第一季落幕,热度正盛时,主创团队宣布不接受媒体采访,这被媒体理解为对前夫宋仲基相关事件的有意回避。 作为艺人,被联想、被娱乐、被发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,但显然,宋慧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 42岁了,虽然容颜开始衰老,但作为演员的生命却越来越丰富多彩。 20岁时,他以为人生到了30岁之后,演戏会变得越来越容易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他慢慢发现,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也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同步的,年岁越大,他演起戏来,就越需要更充沛的情感,对生活更深切地体悟。 42岁,他还要继续学习,向上生长。 就在人们还纠结于这份爱情的是非对错时,只有宋慧乔明白,这场复仇计划,早已与任何人无关了。 搞事业的乔妹才是最撒的,离开泼脏水的渣男,密封翻盘,宋慧乔本人就是一个大写的墙,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黑暗荣耀的文东恩了。 宋慧乔在离婚之后,抛弃了自己的恋爱脑,变成了爽文里的女主角。 如今,宋仲基因为二婚的事情也被很多人吐槽,宋慧乔的事业反而更加蒸蒸日上了。